Hello 大家好 小林校長 天未光 又開電單車出發去機場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去旅行是會開電單車去機場的呢? 今次是疫情大爆發之前 最後一次的旅程 就在2020年一月的時候 目的地是日本綠兒島西南面的 紫蘇市和瀋崎市 紫蘇大家可能聽得多了 是日本有名浸溫住的地方 但相信瀋崎就比較少人聽過了 究竟有什麼看又有什麼玩呢? 那就看片跟我一起去看吧 而今次這個旅程是快閃遊 玩三天兩夜 亦是我再一次以車中八方式去日本旅遊 事不宜遲 馬上和大家出發去智叔和瀋崎吧 大家好 小林校長 大家看完上一集介紹外地人如何在日本車中拍 有興趣就看這條影片吧 現在正式開始我們這個綠兒島快閃之旅 現在就是我這樣自拍的 現在玩這支GIMBO 看看這次拍成怎樣 這次也是自駕 這次也幫襯了Toyota 現在去那邊拿車 剛才12時下機 現在入境後已經12時半了 現在去拿車 希望1時遲開車 然後就馬上下紫蘇 因為這次只有三天兩夜 我很集中玩一兩個市 這次就會在紫蘇和審期的市 在綠兒島的西南 那有什麼出名呢 大家就看看 我知道有影片吧 今天的行程呢 先下紫蘇的 駕駛一個半小時 走highway 會先下去吃東西 就吃這個流水麵 對 那裡就是365天都有吃的 那這個為什麼特別呢 流水麵可能大家都聽了 聽過不少 其中一個特別之處 這個叫唐樹峽的地方 就是這個匯轉式 叫匯轉式才是 匯轉式的流水麵發場地 另外之後就會去玩沙肉 對 又是這個綠兒島突油 躲在沙道達到溫泉的效果 那今天基本上只有半天 戴上的行程就是這樣 當然不能錯過綠兒島的美食 那這裡再看樂影片再介紹 去下車準備出發 那一會兒再說 就這樣 好了 已經看到了 基本過了這個酒店 之後 前面呢 就是有個油站 油站再過呢 就是那個 Toyota Rental Car 就是那個 Toyota Rental Car 你把你的手段就可以拿出來 就是出現很近 那 這次就幫了這個Romi 一一來駕駛一個五小時 所以就隔了一間七仔 我們走進來 補一下車上的兩層 可以看看新的 日本人真是現在很瘋狂 對珍珠奶茶 看 有得絕的 就這樣咬珍珠 他們是喜歡吃珍珠 甚至喜歡喝珍珠奶茶 看 好 向紫叔 紫叔 紫叔 順便 駕駛一個半小時之後 就來到這個 唐船峽 剛才也說到 這個唐船峽 是鹿兒島的 迴轉式流水面的發牆地 而唐船峽的泉水 每一天 湧出的量 達到十萬噸 就算在炎熱的夏天裏 水溫都要保持十三度左右 非常清涼 而且水質清澈 金田 更被日本環境省 認定為 名水百選之一 而這裡原本有幾間流水面店 我們原本想去長壽庵 可能因為冬季的關係 這裡只有一間 紫叔市營流水面店有開 沒得選 進去 你先去買食物 它有不同的套餐給你選擇 你給了錢之後 它就會給你一張票 你先去選擇 坐哪張桌 再憑飛呢 去食物領取處 給它 再趕你的桌號給它 它之後就會有人拿食物給你了 前面就是這裡了 這個就是 旋轉式的流水面 現在很冷 是不是應該在暖房 現在來到這個糖船峽 這個紫叔市營糖船峽的流水面 這個就有開 開到三點 剛才也剛好趕得及 一天就看一下 嘩 沒有影響 那邊就是暖房 因為臨收工 所以都沒有什麼人 現在就吃吧 看看我們的食物 現在就是這些 食物 我這個是飯糰加鹽燒魚 湯 有些蔥拌 小的就是多碟刺身 這樣 然後中間就是流水面 讓小的示範一下 嘩 怎麼會罵到什麼 它就有些蔥和芥末碟的路 平常吃冷麵 這個就是它的汁 先試一下 什麼味道 這是鮮魚 鮮魚汁 鮮魚汁 又在這裡夾著味道 過一下冷 我先過去 你還在這裡不斷地搓 為什麼我這麼散 都散了 會散了 絕對兩圈就開始散了 是嗎 那你可以看到 有種攔著它 攔著它 攔著就可以上去 那夠不夠冰涼呢 其實它的魚是否 過了冷河 冷一點吃呢 麵蛋牙滑身 就什麼餡都沒有 準備給你 經麵不夠飽緊 吃那個炭水泡麵 吃飽了 審棋是 全日本鮮魚 產量最高的地方 旁邊的審棋 這裡是指數 旁邊的審棋 明天我們會去的審棋 洗筷子 真的像洗筷子 你放下去 整個洗筷子 說一下食物質素 流水麵是很好吃的 麵是幼身的素麵 非常爽滑 加上清甜的糖泉 鹹明水 配上特產的鑑魚汁 令到平凡的素麵 變成人間的美食 加上回轉式的流水麵 吃法 好味之餘 增添了幾分樂趣 還有我們餐的蕭魚 也是好味的 香脆的魚皮 內裡是 嫩滑鮮甜的魚肉 正 而刺身 飯糰 麵士湯等等 就普普通通 不過只吃流水麵和魚 什麼都夠了 而且量還不少 我們兩個人吃完之後 頂著一套酒 如果大家又想來的話 也建議大家夏天來會好一點 因為在炎熱的天氣之下 吃這個冰涼的流水麵 才是最佳的響石輪 最佳的味道 這是什麼來的 飲水 是不是可以飲的 這是糖、雪、客水 水之香 發損 好 現在去浸沙肉 我們不是去最有名的沙諾會館 你知道我還不喜歡多人嗎 然後他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另一間 那個就少些人 好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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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